中国的书与画,同志而一体 无以传奇异,故有书 无以见其行,故有画 在中国书坛画院中 燕纪元先生可谓德高望重 因其涉猎诗、书、画、印四位一体 擅长工笔、泼墨、白描等多种绘画技法 为冠以中国当今画坛发展最全面的书画家 今天我们请到了燕老的小儿子 中国当代文人画大家 中国重庆燕纪元美术馆馆长燕炳长 听他讲述其父在近百年的艺术生涯中 如何用书画参透万般事项 即一代宗师燕纪元父子书画精品展 洛杉矶特展幕后不畏人知的圆梦初心 我父亲从汽水染纸书法 也就是我爷爷是前妻秀才 七十岁我老爷子都跟到爷爷在学画写字那些 他对我的影响我只是看着他写字画画 有的时候把他签字抹抹 改章这些 有小时候的就是经常拿笔记搞一下 随便搞一下我老子说好生的学业 因为我父亲他说的 我们中国民族要有民族性 因为这个中国话是民族的国粹 这个国粹一定要保障 他平时都经常跟我们谈 他也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学画呀 要怎么样没有没有没有 我倒是很偷懒的 我跟我父亲说怎么会更很快就把字练好 我父亲我看了一下 没说二话没说 走到书架取了一本书 甩给我把这个背书 我一看是王羲之的草字歌 他说草胜最为难 龙蛇尽鼻端 他是这个草胜歌 他是叫我背 背了就 就仿造上面的草书这么写 一直到现在我都是练习这个草字歌 有学 又不但学王羲之这个草字 也学这个渔幼人的草字 渔幼人的草书很好 他贴别教于我师说 遥相学华 先把书法写好 必须要用书法做基础 你要画中国话就学得好 因为中国话 他是朱仙留下的 他有三大法宝 因为中国话首先是笔美 笔 字 美 也是中国话的三大法宝 因为我父亲跟我说过这个诗 而且他还有一方章 这个章叫做书中画 反过来的人就是画中书 他说书法 书法是绘画的灵魂 绘画就是书法一种体现 他跟他学生的意思说 你把书法练好 书法练好以后 你画自然的成了 像我父亲画的竹子 水仙 南朝 还有他写意的花绘 全部不是画出来的 而是写出来的 特别他南朝这么一笔一笔 全部是写出来的 因为书法和绘画是不可分的 这个书画同体扯一名 也就是说书和画它本来是一个整体 它本来是一个体 但是他名字不同而已 就好像画无鼻痕 如书家长风 就是画画的 你看不了他的鼻痕 就为什么看不了鼻痕 这个中国话 讲山水话 讲着很多惩罚的 什么大扶皮 小扶皮 乱财 何爷 什么惩罚都有 但是在这个惩罚上面 他又讲究 也是惩罚 也不会是惩罚 在运汇贯通以后 你走大一步走 即使惩罚也不是惩罚 就像其本师说的 你画得太呛了 就是假的 假的不像 要是呛呛呛呛 所以画画就是这样 像我们画脖 脖墨这些都是 那个不是把墨泼上去 而是你把水 墨字 蛋白 浓膜 全部要保在你这个笔里面 然后你通过你的心理反应 或脑 脑里的反应 在你的手上运用去了 一些下都出来了 是浓膜 蛋膜 浅的 深的 一下子出来了 所以但是终结一跳 必须要把字写好 写不好 中国话画不好 父亲呢 他是个全能的 诗 书 画 印 全部是自己 除了他的印 原来是方健康 帮他开口 其以后他的印 他自己刻 自己刻一张 诗 自己做 他凭折很懂 我不懂凭折 诗 书 画 印 他画了一张画 自己作诗 做了把他提上去 或者把这张画 他不一定作诗 他画这张画 讲自己的感受 我附近这个书法 他学了很多 什么王群之笔 什么石头 八大那些 他是从八大石头开始的 这么学出来 他跟张家人都是一样 学八大石头的 所以你说他书法 他自成一体 他是自成一体 而且我父亲有一点 画的不好的东西 不能拿出去 很多字写的不好 他都不要 他说我们拿去面对 这些群众 面对别人喜欢你的东西 别人看你的东西 你一定要拿去最好的 不要你觉得 是好非好 妈妈夫妇 他家人不要拿出去 我父亲在这方面很认真 所以那次我来开展 那次我来开展 主要是我亲家 玫瑰重庆中商会会会 会长 黄瑶先生 黄瑶会长 他想起 我父亲的一个意愿 而且他觉得 我的话还可以 因为我们亲家嘛 他经常跟我来刷 那些人 看我一些字 他如果打电话 他说干脆 援你父亲的一个梦 你带着你的作品 你父亲的一些作品 你在美国来 我们办个展 所以了解老人家在天之灵 肯定可以高兴 另外跟美国同行 进行交流一下 最主要是传播中国文化 把中国的文化带到美国 让美国人看看 我们中国话 什么叫中国话 我们中国话 是传统的中国话 这是我们的国策 不能没有国策 一个民族 就连把国策都没有了 这个民族都完了 中国话就是我们中国的国策 而且我父亲画的这些画 全是传统的 传统国画 它不叫做什么创意 什么新的 我父亲有两句话 血骨抵骨 创新破新 学习古人好的东西 把古人不好的东西 作为敌人 血骨抵骨 不要去学 创新破新 创造新的东西 你创造这个新的东西出来 慢慢地发现 它有不对的地方 你要破坏它 又去创新 也就是 我就想在毛主席的矛盾 一个矛盾解决了 新的矛盾又诞生了 这个事物就向前发展了 也是实话 西方就要看 中国话你就要平 西方你就要看 中国话就平 西方你就要看 西方你看 哇 画得真好 真有精神 中国话不 中国话看了是你要感悟 又感悟了 去体会 哇 你不是按个很精彩的意思 但是对你的影响很大 它完全不同的 中西化的时候 完全不同的 两个派别 但是中西化结合起来 这张画 朝阳洞 都是我父亲 他想把西方的绘画的色彩 用在中国上 他就搞了这张朝阳洞 这是唯一一章 这些他都用了实青实虑 则实 还有有些不染颜色的 好 这样你搞出来这个颜色 你刚刚画起 第一次展览 一个法国人就要要这个画 我父亲不卖 而且他这身只画了这么一张 这次我出来展览 我想这是个代表中 你看 这有西化的味道 有点西化的味道 但是用中国的成绩 全部是中国画这把表现出来的 他这边画了很多很多的云彩 非常非常像西方的那个画作的色彩 但是他加了一个太阳 包括这个太阳 这个圆形的章子 都是我们艳老自己刻的 所以他把这个放在这边 非常有含义 这含义就是说 中西文化一个龙会交会 就是我们在看这幅画的时候 他这是91岁画的这幅画 非常有含义 就是说 好像这个章子是什么 龙凤 是 所以龙凤也是表示 中国的文化元素在里面 所以你看他一般的画这种画 他都一定有画一个 这个落日的余晖 或一个太阳在那边 但是他没有 然后他就在上面加了这个章子 这是我对这幅画的理念 这幅画算是增管之不足了 这幅画是四十年 1947年还没剪放 还没剪放画 画了这张画 还画了一张 还画了一张 林台卓玉 那张画 最那个 那个用盘上有 这里面有 那个张天兴提字的 也说画了两张 这张画你看它是公笔的 它这个斑鸟 这个斑鸟 这个斑鸟 这个斑鸟你看 羽毛都看得见 你仔细看 羽毛都看见 这个玉兰 我父亲画这个玉兰 跟其他人不同 我就把这个斑鸟说一下 他画这个玉兰的这些 它两边都要染颜色 不但在这边染 翻过来画背面 还要染一道 还染一道 一般人都 他不说 还背面染一道 所以这个白色 就选得 甜蜜蜜蜜 所以他自己是这样画的 我父亲画的玉兰是写生 这个斑鸟是家里喂做的 我们家经常喂很多斑鸟 我被喂的斑鸟这么画的 他画这个斑鸟 你看 他这个毛 这个毛 很多毛它是一笔一笔 高出来 颜色 这些 所以这 还有这个树干 你看很苍老的 是吧 这个是兵马 兵马子 是吧 我们讲的兵马子 玉兰 好 然后就一个斑鸟 这种画给人看起来很古朴 看起来很舒服 真的 这四七年 四七年画的 而且我父亲用的颜色 颜料是匡复颜料 现在没有 现在有些家里都有 还有他画这个 青绿山水 用槐花 槐花 槐花呀 好像美国有 我那里看到槐花 槐花把它折下来 晒干以后熬着水 熬着水 就用那个水 在画得差不多的时候 还最后要染颜色 刷一刀 就是画上刷一刀 哇 颜色压得起来 还画那个 熬着水 也有点淡黄淡黄的 一般他不说 这是秘密 这些我们都知道了 我这次第二次来美国 第一次是跟着旅行社过来的 什么黄石公园 什么大小国做自身飞机下去 我都去搞 好 我这次来 我其实没有怎么想 本来想到我亲家子这么建立 他一建立我都 欣然地接受了 好 到美国来开个展了 这样可以 好我就到美国来了 因为有亲家的大力支持 我放心了 所以我在美国来了 我没考虑到哪去 亲家说 画得完了 我们到哪里去看看 看看美国风光 照着照片写写身 回去做新的创作 但是美国的风光我都没画 因为我住 我身在重庆 我老家 我父亲老家是内江 因为我在重庆是长江 嘉宁江 华山 这大山嘛 这熟道 原来是熟道南 现在不南的 在我心目中看到 我走长江走了很多道 很多次 所以我画画出来就是 山 村庄 帆船 河流 江水 就是这些 在我脑子里 深根深蒂固了 所以起来 我就知道怎么画 但是美国的风光 我要看了 我要学习了 我要学生了 要印象就可以画出 另外 要用中国话来描写 美国的景色 那一定很好 我想 把中国话 在世界各地的去办形下展览 让世界各国人民看看 什么是中国话 但是只有真的实现 还要付出一定的努力 从这一次 我们来美国举办 这个燕剧院父子的书画展 我们是想借助于这个书展 把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元素 带到美国来 一个是 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 再一个就是 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另外就是 咱们传统的东西 让美国人民逐渐的了解 那么这次我们在开展当中 集中了很多美国本体的人 他们对我们这个画的非常认同 他们也希望我们不仅仅在华人展区展出 而且也希望到美国主流社会去展出 因为现在很多美国主流社会 还不知道 对中国这个书画的了解 还是挺少的 那么像燕剧院 他们父子娘 这么好的作品 他们认为 应该带到美国主流社会去 那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今天呢在这里 在美国的洛杉矶 给我们一代宗师燕剧院先生 父子呢 做一个精品的特展 实际上呢 这个燕剧院先生呢 是享誉世界画坛的一个 了不起的艺术家 他的特点呢 除了在中和中国的元素之外呢 有很多西方的元素 融进了他的画作当中 在这个餐馆当中 我们可以仔细的看到这些特点 另外呢 对他的画作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朱德伟园长曾经评论 说在国外有一个张大千 在国内呢 有个燕剧院 但是燕老呢 非常的低调 这个特色呢 这个特点 也在这个我们燕老师身上 得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他是非常注重自己的画作 但是呢 对社交各种名利啊 看的非常的淡 所以这一点呢 是我们现代的艺术家 应该仿效和学习的 也就是说 他是我们这一代的楷模 谢谢燕老师 事无等等 这两字是一个字 这么写发不通 对也好 错也好 得到也好 识句也好 都不够如此 我想我就是这样的 要求我自己 我跟我太太也这样说 哎呀 无所谓啦 就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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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